人类世界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 所以文化部去年把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转型为文化资产园区 希望以丰沛的文资资源 推动台湾各地的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跟聚落建筑群的修复再利用 培养人才的资格审查 2019年5月31号 文资局在文化资产园区历史建筑R7展览馆 成立文资传将工坊 并且在上午10点举办街牌仪式 今天这个传将工坊的成立 让文创园区然后转为文资园区可以名乎及时 过去传统匠师的培育的话都是师徒相传 所以这次传将工坊的成立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规刑院 但是体制性的一个传统匠师的培育机制 文资局长施国龙表示 文资传将工坊目前展示的是 许汉真师父的传统大幕作 许师父是台湾目前少数 具有寺庙设计 绘图跟落高能力的木医大师 他的作品也提供学员学习 参考 作为后备优良的学习典范 另外街牌活动当中 首场的展览有李炳归着花修复技术展 藉由人间国宝李炳归的文物修复传承技艺 透过人才培训计划 重新建构传统知识跟技艺 在这场街牌典礼当中 还邀请到有200年以上历史的 李春元北馆乐团 担任开场的台湾戏曲演奏 李春元是目前台湾最老的北馆音乐馆阁 2009年被登陆为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保存团体 施锅龙局长强调 文芝传将工方成立之后 文芝园区将会成为台湾文芝教育的核心基地 贯彻文芝保存的重大使命 记者崇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很重要的 就像现在我们的双世艺术里面招花 文芝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